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好的show time时光娱乐秀节目 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共同轻松度过 娱乐圈的事实或者说娱乐圈的生活 每天都是千姿百胎 有好多可以跟大家聊的 好 今天我又总结了一些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比较新鲜的事情 首先来看一些明信的平常的释放 杨子最新的大片释放出来 这次换了造型 好像感觉人又不一样了 长发造型 然后搭配黑框眼镜 又有点成熟 又有点这种职场的感觉 酷萨十足 另外张星成和宋祖儿 双人大片的时尚杂志出来 两人身穿红蓝色调 搭配清新时尚 镜头前也非常的扬眼 另外吴彦祖也有一组 最新的时尚大片释放出来 背头造型 不得不说这个发际线 已经越来越靠后了 但是打造的是那种大牢的感觉 戴着墨镜 然后秀出了优越的手臂线条 气质出众 男人关键还是要气质 尼尼也有最新的时尚大片释放出来 而且在接受采访时台透露 30岁之后 他的体重就没有下过50公斤 很多人都觉得50是一个 是一个很吓人的线 过了5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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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不吃了 我要怎么样了 但是这个尼尼就很大方的承认 他体重没下过50 据我目测 他的身高应该有1米65 所以50公斤以上 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稍微有一点微胖吧 但是他说我不觉得不美 人们普遍认为 女演员上镜要瘦才是好看 这不是一种特别正确的观念 你可以觉得瘦是美 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统一标准 我同意这个说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 气质和身材状态 多高搭配在那儿 刚刚好就多一点 就有点胖 少一点又太瘦了 所以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身形来确认 那妮妮也说 我最近起床 早上起猛了 就会血糖低 到了一定年纪 身体就会告诉你 要应该养生了 要抛脚 要护肤 要持续运动 还是挺注意的 再来关注古爱玲 最近回到了旧金山的母校 就是她就读的中学 凯瑟琳德尔玛伯克女子学校 十年前她还曾经是其中的一员 网上有一段视频是在台上演讲 那个时候就是侃侃而谈 而如今古爱玲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她又再次回到了熟悉的讲台上 跟学妹们一起分享自己的成功心得 而她的到来也引起了全校的轰动 学妹们更是争先恐后的上去拥抱她 而古爱玲也尽可能满足每个学生的拥抱 签名合影等等要求 这所博客学校创建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但古爱玲却是第一位 从这里走出来的奥运冠军的学生 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 据媒体报导 古天乐这位香港演员将获得 纽约亚洲电影奖颁发最高荣誉 亚洲影坛非凡贡献大奖 以表扬其多年与亚洲影坛所做的各种贡献 纽约亚洲电影节行政总监Sam表示 古天乐创造了属于她的传奇 很高兴在她的天下一集团十周年的时刻 颁发这个奖给她 古先生在引领香港电影走向未来的过程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甚至说是中心地位也不为过 他一直保持着香港作为创意和商业电影 制作中心的地位 在镜头前和镜头后 对艺术的热爱和商业头脑的结合令人敬佩 而对于货班这个殊荣 古天乐也表示很开心 会继续为电影做该做的事情 带给观众更多的好电影 是啊拍电影永远是很多演员的一个热爱 为了这件热爱的事情 可以不惜代价去做任何的改变 像是最近在中国大陆即将发布的一个新片子 八角龙中 最近发布了新视频 透露主演王宝强 为其中的新形象是增重三十斤 因为在片中他要饰演一个中年发福的小生意人 这样比较贴切嘛 就是那个形象 然后王宝强就从原本的一百二十斤增肥到一百五十斤 我们知道萤幕 我印象当中王宝强一直是那个黑幽幽的 然后身材我说那点有点像农民一样的那个样子 永远也胖不到哪里去的 因为他经常要打斗啊什么的 结果现在增肥到了一百五十斤 妥妥的就像是一个真的是有点中年发福的男人 肚子那块全是肉有点啤酒肚的感觉 八角龙中是由王宝强导演 王宝强、陈永胜和史鹏源领先主演 讲述一名叫向腾辉的人倾注心血 要把当地无人照料的孩子培养成才 这让生活本来没有出路的那些孩子 看到了一丝通向未来的曙光 然而随着往日的表演 视频被爆出 这些残忍血腥的画面 刺激了不明真相的人们的神经 一夜之间舆论开始发酵 这个情节还不是特别明朗 看了片子才能知道吧 影片将于7月6号在中国大陆上映 看看最近又有什么八卦消息了 之前我们介绍于书欣 不是被扯上和吴建豪 因为说是有粉丝发现行程 几乎重合都是同时到哪一地 同时参加什么活动 所以就引发了有恋情的传闻 不知道是谁传出来 不知道是从哪源头 然后八卦的鼻祖 也不能说鼻祖了 也是比较有名的八卦媒体 葛思琦这位 在直播中就回应这件事情 说我可真的不想让美座 请我吃汉堡 这是哪门子的瓜 什么说真的 他们俩怎么在一起 都是你们在说 真的是胡说八道 连八卦记者都自己说是胡说八道 而于书欣的好友也发微博 否认于书欣和吴建豪的恋情 说真是看不下去了 总算见识到无中生有 是什么情况了 他们压根都不认识啊 为什么会绯闻传成这个样子 你说你有照片或者有食物 有对比 那也就还可以琢磨一下 这没鼻子没眼的 八号的时候 于书欣工作室再次发文 否认于书欣和吴建豪的恋情 称两人不认识 而且没有任何联系 昨天也和吴建豪的团队取得联系 对方也表示 这个传闻太过离谱 不会去理会他的 同时工作室也表示 希望未来有一天 每个人都不用再陷入自证危机 也不用面对越离谱越真 这种荒谬的理论 就是你造谣我 然后我自己反而要去证明我的清白 那如果还有就是说 越离谱越真 就传得越邪乎的事情 反而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呢 真是 而另外两位也是搭不上的人 欧阳娜娜和欧阳静 这两个人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血缘关系 最近在中国说唱巅峰对决的舞台上 进行合作表演 应该是欧阳静请了欧阳娜娜 结果有网友就恶评说 欧阳娜娜唱歌这嗓音真的撑不起来 和一个rapper根本不搭 所以只能干她的老本行了吧 因为在一个截品当中 我们看到欧阳娜娜是拉大提琴 结果欧阳静 非常护着欧阳娜娜回复说 可以跟她在台上合作 绝对是我的荣幸 那请问你有什么能够一记傍身呢 意思就是你什么都没有 你是谁都不知道 你干嘛在这指手画脚拼投论组呢 说起正在播出的中国说唱巅峰对决 2023到目前为止 最令我刮目相看的还是出舞台当中 派克特所带来的这首歌曲 脚踏实地 10 toes down 这都全是我的将军 Town Down Town想象 他们看我slide to the榜样 所以Dream car我一次要买两辆 然后三楼四楼放 这都全是我的将军 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就算了 你们所有家一起都不够我看的 几年了这耳朵今天我给你换了 转着转着今天我是来做惯的 Underground早就被我锁在抽屉 Where I'm from Everybody knows me 高调做事继续做人lowkey I'm never young Now tell me who's OG 10 toes down 能想到的都该 你想到的都 我们抽光 你让我们抽 随便你们抽 随便你们抽 10 toes down 能想到的都该 你想到的都 你让我们抽 随便你们抽 看看我们这些RAPPR 逃跑出粗质烂灶或翻译的Boss 看连全部都忘记了Who we are But I don't want to go fast let's go far 这是这些RAPPR 也难为你的肥带和我们穿一个FAR 就连身上都是差不多一样的花 所以我对你怕收音我慢 都得HAR Let's get to the curve So you have to learn 当然护士疤到最后进去只有Word 跟着这节奏I will shoot you how to murder 用过词做手说So I got the blood on me Come on 看观众都需要被急救 W-W-W-S 4K 全部会遗漏 零到一半狂飙 我的一场需求 不认识高气墙 我只认识鱼头 What up One for the money 吸引我尊重Game rules Not two for the show 是为了能荣耀我的虎 Who It's no ass on the ground baby Baby ity Everybody knows Can you switch the mic to the left And you find me in the back Everybody knows Who gonna pray for me Take my pain for me Send my soul for me Everybody knows There is no difference Sim to what represent Exit Everybody knows You even have to come If you don't want to What that body Everybody knows Can you switch the mic to the left And you find me in the back For me Everybody knows Who gonna pray for me Take my pain for me Send my soul for me Everybody knows The wrong student This is hard You represent represent i say everybody knows 我想你跟我创造来 只要能像的一起 come on 只要能像我的创造来 只要能像我的创造来 i 已经说错了那些ripe 怎么全都是影响的type 到底什么才是你们正在经历的和未来 想要追求的life 不用你回答我看见了mive 所以我不认同你们追里面的type Ting Toast Down 这是我送你的track Ting Toast Down come on Ting Toast Down Go stand up for your rights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非常八卦的明星艺人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敬请每日关注 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 Now it's show time 快乐休闲的娱乐秀时光还在继续 我是主持人小方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秀娱乐 接下来是美国方面的一些电影消息 首先看到电影《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在英国伦敦也举行了欧洲的首映活动 著名动作演员杰森斯坦森出席 在这部《变形金刚》的最新续集当中 最强的反派宇宙大帝空降 他派遣以天灾为首的恐惧兽来到地球 和汽车人展开了围巢 《绝境时刻》 《擎天柱》《擎天胜》首次在大荧幕上联手 在终极大战中 汽车人 巨无霸和人类 携手迎战恐惧兽和巨蝎军团 从之前曝光的物料来看 在视觉效果上 这部电影应该是有很新的突破 一些炫目的动作场面 也收获了不少的好评 影片将于6月9号上映 这个周末就可以看到咯 还有在西班牙马德里的时间6月7号 《惊天营救二》 举行了首映式 演员锤哥 海里斯海姆斯沃斯和萨姆哈格里夫 还有格什菲法拉哈尼 和欧加科瑞兰寇等人 共同登场陷阵 在《惊天营救二》当中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 有大量的动作戏份 作为雇佣兵 他将在营救之路上 和犯罪团伙要周旋 各种武器和视觉效力 非常有冲击感 影片将于6月16号 正式上线与英明们见面 另外一个就是 最近聚焦足球明星 梅西的个人纪录片 将会在流媒体 Apple TV家当中播出 一共有四集 这个挺应景的 刚好梅西要来美国了 那这次的影片 也是在巴黎 卡塔尔和阿根廷来拍摄 通过独家幕后的一些花絮 追踪这位七届金球奖得主 在FIAFA世界杯上的五次亮相 尤其是他去年在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 帮助阿根廷夺冠的历史性时刻 梅西也表示 这部纪录片 讲述了他在阿根廷国家队 职业生涯的决定性故事 并且将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视角 来讲述 他追求具有传奇色彩的 大力神杯的故事 那来到美国之后 传奇能否继续呢 我们还是很看好他哦 另外又有一部新片的消息 就是著名的定格动画工作室 莱卡所打造的新定格动画长篇 《怀尔德伍德》 终于有了上映的安排 目前已经定档是2025年 具体时间没有定 但是总算有了安排和计划 据了解莱卡总裁兼导演 特拉维斯·奈特表示 该片已经开发了十多年了 因为其中的一些打斗戏的设计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也是从未尝试过 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部分 又花这么久 其中影片的故事 聚焦的是一个位于波特兰市郊 名为《怀尔德伍德》的一个魔法世界 讲述女孩普鲁的弟弟迈克 被一群乌鸦绑架 带进了森林的深处 普鲁和倒霉的同学 科蒂斯一起想去带弟弟回来 结果因此踏入了从未涉足到的神秘之地 而普鲁发现自己处于童话故事的中心 他遇到了会说话的奇怪动物 流氓强强盗 还有心怀黑暗意图的强大人物 哇总之是一个非常炫慕的感觉 影片也拥有一个豪华的配音阵容版底 在表现形式上依旧是定格动画加CG 克里斯巴特勒来编剧 而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莱卡已经成为业界首屈一指的定格动画工作室了 其名下的鬼妈妈 通灵男孩诺曼 还有盒子怪 魔弦传说 遗失的环节等等都备受好评 不过虽然是定格动画工作室 但莱卡并不会只制作定格动画 在未来据说会涉足一个真人电影 在计划中 莱卡将会打造一部关于 致命杀手的真人惊悚篇 改编自约翰·布朗洛所著的书籍 十七 不过具体的详情目前未知 每天美妙的娱乐秀时光 又要在歌声中和各位say bye bye咯 这里就是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稍后还有更精彩的新闻快车到 我是主持人小芳 See you Bye 就像转个弯 却绕到了飞机场 发现没钱在身上 啊 乌云乌云快走开 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 带把伞 哦哦 乌云乌云快走开 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 的乐观 哦哦 你还想怎么样 好的我快抓狂 求你帮个忙 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是注定的吗 我穿上了白衬衫 那一杯咖啡 骗在我身上倒饭 不如泡一趟 上天它却刚打烊 描不可言 的下场 啊 乌云乌云快走开 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 带把伞 哦哦 乌云乌云快走开 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 的乐观 哦哦 你还想怎么样 好的我快抓狂 求你帮个忙 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乌云乌云快走开 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 带把伞 乌云乌云 乌云 乌云 乌云快走开 我不常带把伞 带把伞 乌云乌云快走开 感觉你在挑战 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 的乐观 乌云快走开 乌云快走开 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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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云